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得让子弹多飞一回 前有亲情扑长龙 后有逆袭建高楼 贾铃当真是摸透了观众的口味 洋洋洒洒写下一篇长文 报受一百斤的字眼搅动于论场 至此指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 闯入全国观众的视野 这波营销布局一年 效果炸裂 或许 贾铃想放长线钓大鱼 所以瘦身成功的模样一直捂着步伐 白岛时机成熟一名惊人 奈何网友们没了耐心 担忧到时候减肥只是一戳急破的噱头 看来 把观众胃口掉得太猛 也不是好事 大一幕里玛丽遇上沈腾 总能碰撞出一加一大鱼二的火花 然而沈马没了沈 单思不成线 独目不成林 实在难成气候 但这次 玛丽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单打独斗的她成了张艺谋镜头里的女主角 电影《第二十条热虎出炉》 看预告 有喜有悲 也有老毛子久违的真实生猛 前有满江红的家国大义 后有《第二十条》的小家大爱 不属于张艺谋的浪漫 真是让国人难以拒绝 有点意思的不止故事 从主演到客串的配置 也是前所未有的 流量小生 戏骨大腕的混淡 让《第二十条》的星光达到峰值 但要说最夺人眼球的演员 不是女主玛丽 也不是男主雷佳音 而是女配赵丽颖 同批次的女演员 要么沉迷于名利场上的推杯幻展 要么心念于红毯上的争奇斗烟 赵丽颖却把时间和心思 都放在打磨演技和塑造角色上 一阵不见在露面 流量未大了 演员未浓了 甚至有点成为艺术家的苗头 本以为有了张艺谋审美的加持 赵丽颖会美初心高度 没想到比幸福到万家里的和幸福还要土 反观其他几位女演员 高业冷酷霸气 玛丽优雅温柔 各有各的美 唯独赵丽颖 颠覆了观众的想象 与美八杆子打不着 大转瞬即逝的镜头 让观众看到了表演上的突破和进步 赵丽颖饰演的好秀萍 是个听障人士 看着脆弱渺小 妈妈的身份赋予她坚硬的盔甲 柔弱的身躯给族孩子安全感 普通却不失伟大 郝秀萍的故事 只露出了边角 但赵丽颖几秒的表演 已经让角色骨肉丰满 圆脸显致气 戏露太受限 赵丽颖却用圆脸叱战小荧幕 征战大荧幕 可以是清醒通透的边海款节 可以是八面玲珑的身宅富人 还可以是心如蛇蝎的恶毒女配 这次又把自己打碎成渣 重塑成与命运较紧的社会边缘人郝秀萍 女儿丢失 郝秀萍失魂莫迫 像剧空壳画档在人潮汹涌的街头 当误打误撞找到女儿时 她义无反顾 声嘶力竭 三五彪悍 也挡不住郝秀萍护载的决心 与坏人极限拉扯时的颤颤巍巍 看得人心碎 看得人飙累 绝望也好 愤怒也罢 都因为发不出声音而化为无奈 忙碌的双手 是无声的崩溃 一脸乌泥酷的稀里哗啦 勾勒出的泪痕 全是生活百秒的残酷 腰紧牙瓜 掺直肌肉 五官皱成一团 这段枯细的每一针都张扬着真情实感 如果是整容脸 一眉脸 做这样的大表情分分钟圆形毕露 赵丽颖的原生脸 自然又真实 饱满的情绪 真挚的感情 惊人的张力 没有任何技法的修饰 让屏幕前的你我不经意间眼眸模糊 泪沾衣襟 赵丽颖狂飙演技的震慑力 真的是能难以后的程度 连央视野发生了 引用了张艺谋的评价 对赵丽颖点名夸赞 这次表演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 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 同为八十五花 赵丽颖和杨幂总是暗戳戳地较劲 从名利场上的抱团鼓励 到将园弄得墙角风波 两方势力激烈交锋 生猛混战 江湖恩怨纠缠了十年之久 赵丽颖饰演的好秀评出圈霸评后 看热闹不闲事大的网友 搬出了杨幂在电影《宝贝儿》里饰演的江萌 同样演的是底层求人 把两人放在一起看 差别就出来了 杨幂在外形上的颠覆 和赵丽颖的伴仇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清秀柔美的脸蛋 被密密麻麻的雀斑削弱了美人感 随意绑起的头发 一身坠满魔朔痕迹 但干净整洁的衣服 时常背着行囊 走起路来畏畏缩缩 坐在那时低头搭脑 第一次在杨幂身上瞧见土威和烟火器 显有了 杨幂又用颠覆性演技赋予给了绝色魂 又严重先天缺陷 且被轻生父母抛弃 沦为弃婴的江萌 是不幸的 能被农村养母拉扯长大 尝尽爱的滋味 又是幸运的 杨幂用眼神性 刻画出了俘获相依的矛盾 邓元的眼眸清澈灵动 大辣的眼皮却沉满苦难 又用细节的小动作锦上添花 轻快的脚步坚定有力 微妥的脊背却倒进酸色 生长于烂泥 却有着抵抗疾风的韧气 这种虚无缥缈的人物质感 被杨幂拿捏住了 看哭戏 崩溃只能沉默的赵丽颖 是澎湃地滚了 用力又不过猛 张扬但不夸张 能说话会表意的杨幂 是翻涌的暗楼 泪水盈眶单不外溢 试点到为止的委屈 别扭的方言字正腔圆 是距离力争的决心 没有大声几呼 也能触动人心 明明可以靠这样的表演 蹦进实力派的圈子 怎料一个不起眼的小瑕疵 让杨幂费尽心思勾勒出的人物 胡光功亏一篑 因为身体缺陷 姜蒙找工作四处碰壁 耗体力的清洁工成了 他最终的归宿 减食垃圾 埋头脱地 看似姜蒙在肮脏的工作环境里 学会了自洽 不怕累 不怕脏 可杨幂到垃圾时下意识翘起的指头 还是暴露了他的嫌弃 动作上的别扭 戳穿了他的眼盖 靠悔荣氏演技拼出来的转型 就差这一口气 现在的国产剧 假穷人比比皆是 打着穷人的标签 看着富人的够大 脸蛋很精致 身上披紧断 饭桌摆玉石 卡里帽金银 一线城市人逍遥 这些内玉花瓶 无疑不是双脚离了地 不沾凡人味 拉不下面子就别演穷人了 赵丽颖告诉你 真美的人不会介意半仇 她可以丢掉包袱 疼头垢面 土的吊扎却堪称一绝 是对国产剧假穷人的反击 颜炳燕的话 终于有人信了 她说过 演员只要够投入 够相信 够真诚 观众就不太会在意外在的一些东西 比如脸大 美丑 要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情绪 带领观众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 显然 赵丽颖只用几个镜头就做到了 苦难无声 为弱势群体发声 演员的价值在这一刻得到升华 从这个角度看 两个演员都各有各的高明之处 你更喜欢谁的表演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